那好啦,講起當年呢,又要講講上當年這個話題 上當年呢,Picama早期這些040之前的系列呢 先講了我今期的主角是這隻,御劍冥爺 那在當年來講呢,闖貨和假貨流行的那個moment,即那個年代呢 這隻御劍冥爺,亦都是其中一隻首當其衝有闖貨的一隻Figma之一 那這隻我是在亞馬遜買的,就有這些字 那這隻就,現在再看回數看就很舊 那在當時來講,我為什麼會買了一次,然後現在又買第二次呢 那就,因為我覺得他,當時我覺得他很帥 那但是這隻,很多設計上真的有問題 那我們來看看吧,首先開始合先 那開了,就看到他配件一把刀,一個表情,一個主體 那先把所有東西拿出來吧 那下面,我的支架,那個架不知道是在哪裏 那就不管了,反正Figma的支架都是那些 配件方面,就是 2,4,6,6隻手 那就是一個支架袋,即那個配件袋 那Figma,良心就良心,他是有給你配件袋的 那先看看那把刀先吧 那把刀的細節是無可挑的,是很出色的 那就,亦都不同那些叫什麼,萬代啊 或者其他那些,要看換件來做 他是直接,用一個劍套,插那個劍進去 如果你有買新版,SHF的左座,就知道了 他的劍不是讓你直接套進去,是直接換頭就算了 所以說,當年的姑媽呢 即是,行內人氣稱她叫姑媽 那就,算是很良心 那看換表情,就是一個張開嘴的表情 那就,看看主體吧 手的可動 平舉是可以去到180度 舉起到90度左右 腳的可動 素體其實很舊 這張我記得,我認為它是最致命傷的一個缺點 就是這裏 我給大家看,等一下 我把手放下來 因為這隻手很容易 扭錯位 就是這個了 大家看著 它是設計上的問題 它是所有的余劍套 都是由前髮都這樣送的 這支的最大特色就是印刷清晰 手就是早期的插 即是這種插棍的設計 我以前也試過買這種插棍 這裏斷了,裂開了 但目前來說這支是沒有事的 這個位置可以轉的 你看看 都不用我弄它 就已經掉了 所以說這支是很致命箱 這支是很致命的 這裡是這樣的 上面的白色 這支可以轉的 身上的印刷都很清晰 大概就是這樣 那隻腳下面是 這支球型 大家未必會猜到是怎樣的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其實就是這一支 只不過是粗一點 雖然有做關節,但可動性不算理想 基本上就是這樣 頭髮也有做關節 對比現在2.0、3.0、4.0、5.0的數體 這隻1.0的數體就很舊很舊 但都可以值得買來玩一下 現在市價大概是70元左右 如果是港幣,可能是六七百元左右 講貴,其實不算貴,都可以接受 好啦,今期視頻到這裏 我們下期再玩其他玩具吧 拜拜